詳實發工,麗港城封殺Smarttone 有個最強勢的網絡,這樣才玩進步手機 還在好多網站都看到片 支幣現在不要說上網,連打電話都難 南田麗港城13-16座,800多個單位 Smarttone的VG一格都收不到,為甚麼? 原來半年前,有居民投訴數碼通的發射站影響健康 所以拆了,單詳實旗下的管理公司 一直拒絕數碼通重新安裝發射站 所以居民就打不到電話 住客試過用App測視網速 每秒都只有0.02 Mac就慘了 有住在14座的住客,跟Smarttone做了幾個月 最近才被他無條件取消合約 為甚麼要參與這個合約? 因為你提供服務給我 如果你不能夠履行服務,消費者有權取消合約 我們就追問管理公司,為甚麼不准數碼通的發射站 但管理公司不肯回答 而通訊板就說,發射站的數量和地點都是商業決定 政府沒有硬性規定,查失地產商 不准個別電信箱拉線入屋圈的個案都發生過不少 有議員就建議政府修例,確保電信箱獲得公平對待 所以,發射站的政策